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样的粽子 其实它是一道上海名菜 可以猜猜是什么 今天呢分享一家上海有名的国营老自豪餐厅 可能和地段有关 所以它的人气一直都很在线 服务也很nice 他们家的招牌呢 除了本帮菜还有点心系列 比如上海特色的馅粉小龙啊 虾肉小龙做的都很精致 皮薄肉之多 其实附近另外一家南小馍头店的小龙也很好吃 看白对长的那家就是 点了一份点心拼盘 两款甜口两款咸口内馅不同 个人比较喜欢吃甜口的 内馅是花生碎 搭配糯米外馅 一口让它去很惊艳 造泥的也很好吃 小粽子就有点平淡 咸口的话就是葱油的味道 搭配松子 喜欢葱油的可以浅尝一下 再来说说特色八宝鸭 这款八宝鸭料真的太足了 如果人少的话建议不要点 真的吃不下 感觉就是四个大肉粽拼在一起 很敦实 里面的用料是绝绝子 鸭肉入味不柴 糯米咸香软糯 搭配青豆香菇 板栗虾仁等 简称糖油混合物 热量炸蛋 但是味道确实还不错的 最后还点了他们家的新品 长得像雪茄的点心 内馅是虾肉和几菜 味道挺鲜的 我觉得这家还是挺适合 家庭日餐的 不太采雷 而且又是国营餐厅 可以来尝试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